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后半段 第二十面 从第八段看起 纵使地前菩萨 罗汉 辟知等 若一若多 乃至变满舍方 借引经论正言不生者 我已为其一念一心 为赠掌我 成就我清净信心 何以乎有佛语 我确定成就了一 我未一切所破坏过 善道大祖 在本间 这些开示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念佛人 自古以来啊 往往被这个静缘障碍 破坏了大性 在现前这个社会 尤其是容易遇到 这个遇到了 如果我们 对于 净土的经论 没有相当程度的研究 信心不坚定 往往听到别人所说 这信心就动摇了 把这个法门写起 去修学其他法门 这样就错了 这一身 往生西方的机会 就丧失掉 这个是非常可奇的事情 所以善道大师 再次的告诉我们 纵然是 地前菩萨 这个地前就是指 施主 施行 施灰相的菩萨 这叫 施地 以前的 这个菩萨都很了不起 小城的 小城的 我罗汉 皮之父 若一或者是一个人讲 若多 许多 人来说 什么人呢 都是菩萨 罗汉 皮之父 许多多 来跟你讲 底下说 乃至 变满 舍方 那这个人数 就太多太多 数不清了 这么多的圣人 他们都 隐 经论 正言 不生 就是 你修这个法门 一定不能 往生 他说的 也有根据 是引用 其他的经典 引用其他的经典 来 劝你 你说 这个法门 不能往生 那么 你要是遇到了 听到了 怎么办 真正 修净土的 听了 信心 决定 不动有 摩一为其 一念一心 虽然 这么多人都说 变满 舍方 这些 地前菩萨 三贤菩萨了 罗汉 皮之佛 迎经 居典 说 不能往生 我也不怀疑 不但不怀疑 反而 增长 自己的 信心 我们的 信心 经得起 考验 这些人来说 我们都不动摇 我们 信心 清 为什么 你的 信心 会不动摇 因为 因为我们 真正 相信 佛 的话 没错 佛 佛不是叫我们 赐一法吗 一法 不一人 这 经是 福说的 怎么会错呢 地前菩萨 罗汉 两批 都没有成佛 都没有成佛 既没有成佛 他们的见解就不圆满 这是一定的道理 他们不相信这个法门 可以 我不能 不相信 我相信 佛说的话 是 月定 成就 了一 一定是真实 不虚 所以 不为一切 受破坏 这三贤菩萨 卢汉 毕之佛 我们都不为所动 何况 我们眼前遇到 那些知识 来说 这个净土法门 不能成就 念一本经 不能往生 或者说 修净土的 是自了 是小臣 说这些话的人 太多了 我们听了 这信心会动摇吗 记住 神道大师的话 再往下面看 这是讲的 三贤菩萨 那比三贤 更高的位置 是师弟菩萨 纵实 出地 以上 实地 以来 实地 从出地 到实地 这是大菩萨 圣人 我们 扩颂本地 都常念了 三贤 十圣 菩萨 母菩萨 三贤 是菩萨 十圣 是母菩萨 大菩萨 三贤菩萨 可以不听 十圣菩萨来了 那怎么办 也是若一若多 那只 变满 是方 一口同音 借云 都是这么说 社加福 只赞 尼佗 只是 只是赞叹 只赞 专门赞叹 阿弥陀佛 回此 三贤 六道 怎么叫回此呢 说三贤 六道不好 劝我们要 十七三贤 六道 劝力动身 专心念佛 继修于善 彼此一生后 彼此一生后 彼此彼此彼此 这是 释迦牟尼佛 常常这样赞叹我们 劝我们 一行一彼 念佛求生进度 这些菩萨来说 这些话 此彼虚妄 不可以信也 释迦牟尼佛 这个话 靠不住 不可以相信 不可以 依照这个方法 去修行 这是 圣地菩萨 所讲的 圣地菩萨 可不可能 这样讲呢 给主说 不可能 决定 这是假设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们在华语经上看到 圣地菩萨 始终 不利 念佛 这个大菩萨 他智慧开了 他知道 念佛的功德 他知道 往生的底 这是假设 如果真的 有圣地菩萨 说这些话了 那一定是假的 冒充的 圣地菩萨 决定不是真的 真的 圣地菩萨 不会说这个话的 这个我们 一定要知道 这我虽闻慈灯所说 听到 实地菩萨 这个说法呢 也不生 一念一心 为增长成就 我决定上上信心 这个信心 实在是 经得起考验 实地菩萨来说 信心 都不动摇 都能够 坚定 会过 什么理由 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那有佛语 真是 倦了一故 这是相信的佛 佛是 实至 实实在在 知 实实在在 解 实实在在 见 实实在在 正 哪里会错 实实在 实实在 实实实在 实实在 实实在 实实 Ini 实实在 siau 6ci AND 3 connectors 这些菩萨,他们的见解跟佛不同。 有的,佛的知见绝对不会被菩萨所转。 菩萨有时候看错了,佛不错了。 底下这两句说得好,若实施菩萨者,众不为佛教也,真的要实地菩萨了。 他不会说这些话的,所以这个都是假设的。 真的是实地菩萨一定对佛所讲的,决定相信,信守奉行。 这是真的,把这个来说的人呢,送到实地发云地的国位了。 再往上去,等着就是成佛了。 我们往底下看。 总是画佛,报佛。 菩萨的话不相信,现在佛来了。 画身的佛,报身的佛,正佛了。 若衣若多,乃至病啊,射方。 射方祝佛来了。 古古灰光图实,病夫射方。 灰光就是放光。 祝佛来放光。 出广长学校,便夫射方。 夜夜睡。 这些祝佛了,都说。 说什么呢? 这些祝佛所书,相战劝乏一切凡夫, 专心念佛,难修于善。 回悦得僧,必尽图之,此事虚妄,定乎此事也。 受风祝福如来 现在您面前也有这个说法 您的心还动不动摇 您对于王生净土还相不相信 我们看看那个决定王生的人 我问此等祝福所说 毕竟不起一念以退之心 为不得身必过瘾 清凉祝福这个说法 对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欢迎 也不退转 也不怕我念佛将来不能往生 不害怕 这为什么呢 这底下就讲道理了 业佛一切佛 所有之间皆行 正物果位 大背等同 无梢差别 所以这一段也是假设的 祝福哪里会说这个话 如果祝福都说这个话 那这些佛了 都是妖魔鬼怪变现的 不是真佛 真的佛 绝对不是 不会 这个魔啊 有的时候会变佛的 是来骗人的 那年间上五十种阴谋 这修行人确实不能不知道啊 魔鬼变佛了 来破坏你的修学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明里的人呢 这个心里面就有主宰了 佛佛道统啊 所以一切祝福 他们的知见 皆行 正物 果位 大慈悲心 都一样的 没有差别 事故 一佛所致 即一切佛所同致 这个致 比如说制定的戒律 一尊佛这样说法 必定是 每一尊佛都是这个说法 不会有两样的 如 四 四是好像 如同好像 秦佛之 断 杀身 实物 等罪 彼一尽 不犯 不行者 既明 实善 实行 这过去 这过去佛是这样说的 这样制定的 随身六度之一 若有后佛出世 其口盖而勤 实善令心 实窝 不可以 绝对 绝对 没有这个道理 后面佛出世 必然也跟前面佛一样 不可能 前面佛教我们修实善 后面来一尊佛把实善推翻了 叫我们修实物 没有这个道理 这是明理的人 从理上来辨别 佛跟佛所说的一定是相同 以此道理推荐 明知祝福 言行 互相 为实 所以从这些道理 我们来推想 如果真的是佛来了 佛一定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那怎么知道 弥陀经里面六方佛就讲得很清楚 那个六方佛就是释放一切读佛如来 对于释迦牟尼佛讲净土三经 没有一尊佛不赞叹 那由一尊佛不出来做证明 证明释迦牟尼佛讲得不错 哪由一尊佛出来反对 说念佛不能往生西方 决定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祝福赞叹 前面讲 师弟菩萨都赞叹 那个三行 声闻原觉 不见得 他们那些人呢 很有执着 很有沉浸 他不愿意往生净土 他不相信净土法门 他有他的执着 他或者劝你参禅 劝你学别的 不要去修正法门 如果是地上菩萨 祝福如来 一定赞叹 一定劝你 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那真理 是讲到了极处 纵命 这是本司释迦牟尼佛 这是本司释迦牟尼佛 即释放祝福 祈皆同赞 同劝同振 这个是一点都不错 我们在五亮寿经上看到 赤方佛的赞叹 梨桃经里面 见到六方佛 出广长石像 为我们做证明 这个就是 社会一切都佛如来 都同赞叹 都同 劝勉 都同 为我们做证明 和一顾 同其 大悲一顾 祝福如来 同体 大悲一顾 世家 希望我们 早一天 脱离 三界苦海 早一天 圆满成佛 像祝福一样 在释放世界 弧度 众生 在释放世界 弧度 众生 对我们的期望 对我们的期望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这叫同体大悲一顾 这叫同体大悲 祝福一顾 佛心清净 佛心平等 不像我们凡夫啊 我们凡夫 要求佛了 佛心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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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我们恒顺 众生 我们偏偏不听 看到别人 做得比我好了 不但心里不欢喜 不散摊 还要想方法了 去嫉妒张内 还要去破坏 这不叫造罪业啊 能不能破坏呢 不能 人家的善行善业功德 你是破坏不了的 你能够破坏得了 那你的本事大 祝福菩萨 都要拜你做老师 为什么呢 因果定律 佛不能推翻 你能够把英国推翻 把英国颠倒 你的本事太大 世出世界 没有这种人呢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这是一定点 因此 佛菩萨教给我们 都是正知 正见 正解 正行 我们见到别人做好事 生欢喜心 随喜功德 我对于生欢喜 他的那个好处 那个功德了 我就得到了 为什么呢 我跟他同心 他要自己能够尽心尽力 帮助他 成人之美啊 成人之善啊 那就是自己的善行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说是破坏别人的好四善死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他那个善死 本身就不成就 你一破坏 真的被破坏掉 你不破坏 他也不能成就 他真的是善 是有成就的 你不能破坏 任何人都不能破坏 这个道理 我们要想得 四十要知道 我们这一生当中 不会造罪业 断无修善 祝佛如来 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 建立了极乐世界 普渡一切 念佛的众生 释迦摩尼佛 也可以造一个极乐世界 可以跟阿弥陀佛 打对台啊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不这么做 释放一切祝福 都不这么做呢 这些祝福 看到阿弥陀佛 做得很好 把自己的学生 弟子 统统劝他 都送到阿弥陀佛 那里去 这就对 这个就叫做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了 他已经在做了 我就不必要做了 他已经做得那么好了 我全心全力 帮助他 成全他 使他更好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功德 就是一切祝福的功德 阿弥陀佛的成就 就是一切祝福的成就 祝福没有一个 不欢喜阿弥陀佛 没有一尊佛 不欢喜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一个道场 殊胜众严 我们全心全力 赞叹他 拥护他 成就他 利益一方 这是对的 所以这个 一佛所化了 就是一切佛所化 一切佛化 即是一佛所化 正正佛佛到头 弥陀金中说 社稷赞叹极乐 种种庄严 劝一切凡夫 一日其日 一心专念 弥陀名号 定得往生 这个话是 一切祝福了 跟我们证明 一点都不错 依照弥陀金的 教会去修行 比一定得生 不要怀疑 信心要清净 偶尔大使 在弥陀金要节里 都讲得好 能不能往生 约定在 信愿之有 你真相信 真念一切 一念十念 都比一定得生 所以你要真信 真愿 才行 真信 刚才讲的 什么罗汉 辟致佛 菩萨 祝福来说 我都不听 这真信 真念往生 我们这个世界 样样看得开 样样放得下 不把他摆在心里了 一心一意 只求神净土 这样的人 一念十念 都能往生 那要不要多念佛呢 多念好 欧耶大使说过 平位高下 在念佛功夫的情深 念佛功夫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平位高 功夫差一点呢 平位低 这个念佛功夫 是平位 能不能往生 是信念 你看这个信念 多重要啊 功夫 我们也要努力 为什么呢 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从下下停 慢慢往上升 插班进去 他的越高越好 经常讲得很清楚 我们苏婆世界 修行一天 第一的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一百年 这个地方难修 难修 那功夫就特别 那功夫就特别 殊胜 说实在吧 现在人 修行一天 我相信 至少也能够 抵得古人 一年 古人修一年 我们修一天 就可以抵得他 一年 为什么呢 以前环境好 烦恼少 诱惑的少 现在 在理念贪嗔痴 迟外面 无欲留成诱惑 在这个环境里头 不动心 就比古人高明啊 所以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用功 特别用功 我们知道 到西方极乐世界 拉高品位 往生 还不是低品位的往生 高品位的往生 这是诸佛所欢喜 请看第十二段 社方过有横火沙的诸佛 这个横火沙是比喻 素不轻 太多太多了 每一方啊 都像横火沙是 那么多的祝福 同赞释迦 都赞叹 释迦牟尼佛 赞叹什么呢 赞叹释迦牟尼佛了 能与我作卧实 这个时代不好 卧实 造过的人多啊 卧实啊 卧世界 世界不好 卧众生 卧剑 先是见解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思想 无烦恼 无邪 无心证实 协之协尽 不相信正法 这些众悟 直胜的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能够为我们说 阿弥陀佛 见到 往生的法门 直赞弥陀名号 绝利众生 趁念 彼得往生 祭其正经 所以 身方祝福 对释迦牟尼佛 赞叹 特别的赞叹 如果在一个好的时代 这个 众生 心地 善良 醇厚 听 圣贤人的教诲 那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说这个法门 不稀奇啊 在卧室里面 说这个法 那就太稀有了 诸位 有没有想到 佛稀有 我们佛堂里在座 你们这些同修们 也稀有啊 为什么呢 佛说了 你能相信 你能够理解 你愿意念佛求生 你要晓得 圣方 过有横祸杀素 祝佛了 同时也赞叹 你们啊 你们身在这个卧室 遇到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法门 哎呀 你能信 那能怨能行 了不起了不起 祝佛 欢喜 祝佛 互念啊 我们一般人求佛保佑 怎么求啊 你能够信 能够愿 能够念 阿弥陀佛 不是一尊佛保佑你啊 所有一切祝福都保佑你 你口不漏啊 你到哪里去求啊 就在眼前 万万不能当面错不了啊 那就真得可惜啊 我跟大家讲的句句都是此事 都是真实的 这方佛等 恐为众生 不信释迦牟尼佛所说 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给我们讲 怕我们不相信了 所以一切祝福都来作证 即共同心同时 社佛一切祝福 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心 同时 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时候 一切祝福同在这个时候 过出血相 弥陶经上讲的广长学相 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恕臣事严 如登众生 借应兴师 社家所说 所赞所珍 这是劳动 一切祝福都来了 他为什么来 大慈大悲 今天释迦牟尼佛 开始大成佛法当中 古上的法门 第一法门 这一切祝福不能不来作证 这个音乐 非常稀有 非常的难得 佛数化难得 刚才我说了 众生的机感难得 如果 如果没有这些人 成佛机言成熟 我说这个经 大家不相信 大家不懂 不接受 那不叫不要说了吗 居然有这么多 听了的是吧 相信 理解 肯一跳共行 这个稀有难得 所以一切祝福都来劝 唯恐你退心 这个机会 遇到真真实难 古德所说 无量皆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这个法会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一生 生生世世 无量皆来 稀有难逢 足以祝福来作证 第一下说 借因姓氏 社家所说 所赞 所正 一切凡夫 不问罪福多少 在底下这几句话 很要紧 你不要怕 哎呀 我造的罪业很多 没有关系 我修的福很少 也不要紧 十节九进 我修佛修了很多年了 或者我今天刚刚修佛 都没关系 这个九进 就是你修佛时间长短 都不要紧 但能上今本年 下至一日其日 你遇到这个法门 从今天起 净行受 来受制 行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受呢 是受命 换一句话说 我活一天呢 我就修一天 年轻人 寿命长嘛 就都修几十年了 年老的人呢 看看呢 寿宿不太长了 来得及 一日其日都能成功啊 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 人人都能成就啊 只要你啊 夜心专念 彌陀名号 这一句话就叫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真心 我们真心 真怨 是夜心 夜意 夜心呢 就是直 没有咱念 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六个字 念四个字 都可以 念阿弥陀佛 夜心 从前 李恩池大师 在试的时候 他教别人念佛 教念了 南无阿弥陀佛 念六个字 人家就问他 你老人家自己 怎么念华呢 他说 我念阿弥陀佛 神了两个字 诸位要知道 越简单了 越容易得力 多了就麻烦了 多了麻烦 越多越麻烦 越少越好 人家问他 这什么什么原因呢 他就说 我真心 真怨 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往生 南无阿弥陀佛 经常讲 这持名号 名号就四个字 阿弥陀佛 名号就四个字 我一教奉行的 没错 可是别人呢 未必真心 未必真念 未必真想往生 所以劝他念六个字 六个字前面两个 是加上去的 是加上去的 那南无是什么意思呢 恭敬的意思 恭敬阿弥陀佛 礼拜阿弥陀佛 归依阿弥陀佛 南无有这么多意思 有归依的意思 有恭敬礼拜的意思 那么一个真念 要往生呢 客气话吧 都不要说了 那是客套 客套可以免掉 支持名号就行了 这个是廉耻大词 他老人家给我们做的好榜样 我们要知道 那么就是这个支持名号要求 硬得往生 别无疑 这个文字语气 都十分的肯定 我们看听了 一点疑惑都没有 至故一佛所说 即一切佛同正 成其思与 这个词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一尊佛说 一切佛 难所证 这下面说 专一往生今行行者 世民正行 何得是一行专读诵词 无量寿经 观今弥陀经等 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 毕过二报光严 一心专理毕福 专臣专赞叹供养 世民为真 教给我们 专修 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依照善导大使教导的去做 这个人 这个人一生当中 决定的神 善导大使 就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 那哪里会有错误 专一往生今行 就是将往生净土这些经修行 行者就是这个人 专门依照 往生今修行的这个人 那么往生今一共有三部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这三本经呢 都是专门讲往生西方世界的 所以这个往生今指这三种 这就叫正行 这叫正行 这何者事业呢 下面就给我们说出来 叶心专读诵 叶心专门念这个 念无量寿经 念观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经 三经呢 不能念三经的 三经里头任选一种都可以 不一定说三中经都要念 三中经都念 当然更好 为什么呢 对西方世界的种种状况 你知道的更多更详细 你的信心更坚定 如果信心很清静 对佛所说的完全不怀疑 一步进就够了 那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 生疏性很大 随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有时间可以多多 我没有时间少多 再没有时间 不懂 专念名号 就可以了 这个法门呢 实在是方便 一心 专注思想 常常想念阿弥陀佛 要常常想念阿弥陀佛 这个很要紧 这个很要紧 一佛嘛 常常想念阿弥陀佛 观察 观察是做观 观想 这个观想呢 要是以omie 也易无量寨精 当然所说的方法 尽能 不想潜称 那个思想 思想不需要 意 backup思想 不想它就行了 就可以了 一念毕国 二报浪言 这个二报就是一报正报 一心的专理毕佛 这前天跟诸位师同修说过 我们天天拜佛 拜哪个话呢 就拜阿弥陀佛 所以专修净土的人 家里佛堂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心里容易集中 不要供其他 供其他的心会散乱 只供一尊 那么或者供西方三圣也好 阿弥陀佛旁边 观世音菩萨 八十七菩萨就够了 其他的都不要供 念的分心 我们这个心里不集中 念的分心 那些诸佛菩萨 他决定不会怪你 你懂吗 有些人来告诉我 师父 我这个佛堂 从前又供了释迦牟尼佛 又供了要师佛 又供了许许多多的菩萨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要不供他了 供了好多年了 不供他的时候得罪了 我生病了 要是佛不来了 我有灾难了 观世音菩萨不来救我了 这些都是不懂道理 这些都叫迷信 那么我们以前供的这佛菩萨呢 可以请到佛堂里面 佛堂里面跟别人接连 有人呢 喜欢请佛像回家去供 让他们去供 我们自己专供阿弥陀佛 专供西方三世 这样就好 就专修啊 所以拜佛 专拜阿弥陀佛 趁呢 是趁念 就是念佛 专念阿弥陀佛 赞是赞叹 赞叹供养啊 也要赚 赞叹最普通的 贺掌 无论见到什么人 这一贺掌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赞叹 你打电话 电话一拿起来 阿弥陀佛 对方天道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赞叹 供养 我们以阿弥陀金 现在奖金这些卡带 这是诺盈带的是吧 这个亲戚朋友的时候 都可以送给他们 供养他们 过年的时候 我每年过年 都印了很多 很精美的 无量寿金 这个来拜年的呢 我都送一本 无量寿金 给他 这个过年呢 有很多人 打牌 赌博了 他寄会这个书 书送给他 他说这个会书吧 那我送给他 特别告诉他 我说这是 无量寿金 你们要不要金啊 金要 你要不要无量寿啊 你要是不接受的话呢 寿没有了 金也没有了 你非接受不苦啊 这个这是 这个都是供养 我们以这个来供养 这叫真心 就是自己修持 一切对待一切人 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念念不忘西方 总希望把西方世界这种殊胜庄严的修持方法来介绍给大众 推荐给大众 再看底下这一段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 行住足 不问实戒究竟 念念不识之 使您镇定之业 这个镇定 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 一心不乱 静宗所说的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怎么个修法呢 这教给我们 行 是走路 散步的时候 这再说 现在 交通 发达了 人呢 坐车的时间多 真正讲身体健康呢 还是少坐车 多走路的好 每一天呢 至少应当 走半小时的路 对于身体健康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是 现在这外国人呢 很重视 跑步 他们早晨晚上 都跑步 这是好的运动 所以这是 走着 住呢 住是将站住 不动的时候 站住 坐着 卧着 这都好多 这是说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也不问 时间长短 走路时间长短 站住时间长短 坐着时间长短 睡觉时间长短 这都没有关系 心里头啊 都要有佛号 要念念 不是 要想佛 要念佛 这个 平住坐 念佛的时候啊 大声念 小声念 都可以 心里头默念 唯独睡觉的时候 躺在床上 念佛了 不要出身 躺在床上念佛 不出身 心里头默念 因为躺在床上 出身了 伤身体 伤气 伤身体 坐着没有关系 坐着站着走的 都可以出身念 这个是镇定之意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二路诗中啊 一佛念佛不简断 不简断 就是功夫成一篇 这功夫成篇 也叫做 前的一心不乱 这个一心呢 功夫不深 为什么呢 功夫要深呢 烦恼就断了 我们烦恼没有断 功夫成篇 虽有烦恼啊 不起先行 我们有贪嗔痴吗 它不起作用 一天到晚 这里都是阿弥陀佛 心里想着阿弥陀佛 这叫功夫成篇 这样的功夫 就决定能够待业往生 生凡生同居土 所以这是往生 我们修行呢 起码的条件 要做到这样的功夫 那么这样的功夫 说实在话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就怕你自己不肯干 你要肯干 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 他对你工作 对你这个生活 一点妨碍都有 照样功夫 我心里就有佛吗 心里就念佛 想佛不间断了 前几次给诸位同学说过 当我们用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不想佛 就认真思考你的工作 工作放下来 我们就想佛 我们就念佛 这样功夫就是不间断了 这个不算间断了 那么这叫正经之业 顺必须不愿故 与阿弥陀佛本愿相应 没有违背 若以礼诵等 其名为助业 如果再加上 我们礼佛诵经 这个叫做助业 做助行 前面是正行 这个叫做行 由此可知 正行 就是专职 一佛念佛 一佛念佛 那才是正行 我们读经 言教 都是属于做行 这一点 注意 也要清俗 那么我这么多年 无论到哪个地方 先劝人 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大陆上啊 有一些同修 常常听我的落影带呀 听到这段事情 到北京呢 去请教皇念主老祭司 这是为什么净空法师 梦游劝人念佛 劝人呢 要念无量寿经 念三千遍 老祭司答复的很妙 老祭司答复 大概净空法师 是另有用意 另有用意 这是真的 为什么叫心念三千遍 今呢 收心 定心 你心不收 心不定 佛号没有力量 三千遍 今念了之后 心定 所以是定心的 收心的 然后 这个佛号就会得力了 所以这个今呢 我直信三千遍 时间直信三年 没有叫你永远念了 往后呢 往后呢 往后就是 专心念佛 那就是 这一句佛号 要进 心已经定了的人 不怀疑了 心不念 心不念 没关系 如果心不定 还有怀疑 要读经 心 让你凝理 让你啊 知道这个方法 心结 帮助你断以身心 这个念经的目的在此 我已经不怀疑了 已经相信了 那经念不念 没有关系 这个 一定要知道 要清楚 在底下的话呢 重要哈 除此 除此 震助二行以外 至于独善 心灵 雜行 你还要搞别的呢 那叫雜行 这个雜行 妨碍啊 耐死啊 假如你这个雜行呢 是善行 还可以往生 但是 约定啊 张爱你的品位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不要砸修啊 如果 如果里面呢 还杂着有贪嗔痴吗 那前面讲 那叫杂毒之行 那是决定不能往生掉 啊 还有贪嗔痴吗 还有五一六成 还有放不下 啊 这个不可以 那就不能往生 啊 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 诶 震助二行之外 他又念金刚经 他又念法华经 这是雜行 那还算是善 恨能往生 爹就是教你 最好不要掺杂 啊 对于大臣种种经论 哎呀 喜欢 也是贪心的 世间法不贪啊 贪佛法 那不过就是贪的对象啊 换了一个而已 贪心没有断 所以种种啊 贪嗔痴慢 通通要放下 那就对了 身心清净 这个往生 曾没有障碍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若修前震助二行 前面讲的 正行跟助行 天长清净 意念不断 名为五间眼 这五间好啊 功夫不间断的 绵绵秘秘啊 这个好 这是 缺点成就的 因素 缺点成就的 调节 调节 若行后 杂行 即 心肠 间断 最可回向这身 众民 众民粗杂之行 这就是 这就是我刚才跟诸位 报告的 虽然 修这个正足而行 正足 正行 是义佛念佛 作读 读读 三经 离拜 乘赞 共养 都是作行 正是专 作还是专 出这个质问 像刚才讲的 又念金刚经 又念发华经 又念冷眼经 又念华严经 这就咋了 这一咋 你的功夫间断 正行间断 前面讲的 正行做行都间断 你掺杂其他的经典 在里面 或者掺杂其他修行方法 又打坐又参禅又念咒 这就掺杂很多了 好在这个都不是悟性 没有掺杂 还都是善意 这个善意 以这些善行 回向求生净土 可以 无量寿进城 有啊 三辈往生后面 就是讲的 独送大臣 回向也能往生 所以能往生 善导大师在司机说的好啊 众人 疏杂之心 换句话说 远远远远地比不上正行 这个地方的开始啊 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因为 因为许多人不明的正理 真正的道理 正确的道理 才不明了 还要劝我们 独送大臣 他也有根据 那个三福里 后面不是讲的 独送大臣吗 说的理由很充分 真正有词 大臣法里面 第一书甚至 华言经啊 我们修灭佛法文章 不可以不读大臣的 我们读了这一切 才真正明白 那读送大臣 无量寿经 是不是大臣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是不是大臣 读这个就够了 既然读这个就够了 那三福当中 为什么不直接了当 读送无量寿经 那多好呢 后面搞个大臣 搞得我们莫名其妙呢 你必须要知道啊 三福是所有业切 大臣人修行的基础 并不是专讲净宗啊 你要懂这个道理啊 所以他是广书 他不是专书 修净宗的人 大臣 那就是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修行手中的人 那个大臣 那当然是花印经 修天台中的人 那个读送大臣 当然是发华经 你修哪一宗 有哪一宗的经论 那就相应了 所以三福 佛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音 三世祝福 并不是通通都是修业佛法门 所有法门都修啊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才知道 我们净宗度送的大臣 就是这三部往生经 那么后来祖师大德又加上两样 现在变成净土五经 那也就是说 我们独送大臣 以这个五经议论为范围 这样就好了 这才叫真行族行 不是杂行 搞其他的东西呢 那就搞杂了 西方确实 月明妙行菩萨 有一段开始讲得非常非常好 念佛最忌讳的 是架杂 这一架杂 心就不清静了 就不专一了 就不能相虚了 大师之菩萨讲的 都是六根 尽念相虚 此地跟你讲的 不间断就是相虚 那一架杂呢 就间断 就不能相虚 就间断 就变成了杂羞 这个最大的忌讳 忌讳啊 你念佛 不能成就 在魅 不能 对一心不乱 是因为你 架杂的东西 太多了 这个要知道 菩萨 真正的菩萨 可以学机为人 那不行 像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是念佛往生的 他是天台中的祖师 一生讲法化劲 教人修 天台直观 他自己 是念佛往生的 他老人家 往生的时候 他的学生 他的徒弟 问他 生到西方 济老师街 是什么样的品位 大师自己说出来 我因为 我因为领众 领众就是寺庙的当住持 当住持要管很多事情 要操心 功夫常常减断 常常夹杂了 不能端修 所以说往生 所以说往生 只有五品位 五品位 是生凡胜 通俱徒 他就说 如果我不临重 专修 一定是上品 往生 这就是为了照顾大众 牺牲自己的品位 这叫大慈大悲 那个牺牲 也有个限度 什么限度呢 决定得生 品位 下一点没关系 下下平往生 也可以 所以 我愿意照顾大众 帮助大众 这叫菩萨发心 如果我们这些发心 这些架杂了 来生还搞六道轮回 那就坏了啊 那就 所以 这个 菩萨发心 是真菩萨了 我们不是菩萨 是凡夫 自己往生没有把握 不可以 不可以 一定呢 要正足双修 不要加杂 假如自己往生 这有把握了 学智得到 行 那值得赞叹 你是可以啊 学习为人的 这个限度就是呢 自己一定能往生 凡生同旧徒 也值得赞叹 你是可以提升 品位的 是为大众 提升 这个可以 自己一定要衡量自己 不可以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就杂毒 杂窝 掌握了 不能往生啊 确定不能往生 欺骗自己 那当然更不能往生了 所以 一定要衡量自己的 能力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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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杂修 也许有同修说 那我要 发心 学奖经 帮助别人 呢 同修当中 谭徐老法师 说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 在念佛论的后面 他将 正习兵 居宿 正习兵 在家居宿 他就学一部经 阿弥陀经 就会讲 阿弥陀经 其他的都不会 到处呢 讲阿弥陀经 劝人念佛 东国大陆 地方大了 一个县区 讲一遍呢 一百年都讲不完 阿弥陀经 就一部 一头经 就可以了 你看 那是正 正行 做行 他不是杂行 这就好 不要想去做通家了 什么经都会讲 什么经都会讲 就不能往生了 讲一部经 决定的往生 所以大家 学一样就好 五经一论 都可以学 学一样 这个样子 能够帮助你往生 成就你功德 不会有妨碍 搞其他的东西 怕是有妨碍 怕是要打闲差 那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 肃杂之行 我们 极力地去避免 不要搞这个东西 今天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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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